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 谢谢! 我们现在到了日本,我们圣圣改改的系列又可以延续。 我们有来认真进行我的圣圣改改系列。 我们刚刚的飞机时间是有点不正常,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点就是超累的。 今天的行程是没有什么安排的 所以我们大概今天会拍几个街道的风 然后这部的系列还会分享一些我的穿搭技巧 还有风格 好 我们现在就先坐电车到我们的目的地 Yeah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拍照的第一个景点 就是我们民宿家楼下 你不觉得日本哦 只要后面那种电缆很多 就感觉真的是超漂亮 很日本风 今天穿搭的是一整个灰色 最近是想要尝试一下那种套装 但是各位 我觉得呢 你出来旅行的话就尽量不要穿松紧身的那种 今天真的是很不舒服啊 你知道一吃饱的时候就很撑啊 你知道吗 好 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来拍一个漂亮的街照 是不是很漂亮 就我觉得来到日本一定要拍这种风格的照片 就是必拍的哟 我觉得呢 我好像拍不出那个电感的照片 你知道吗 我的imaging是很多电感那种很立体的 结果好像拍不了 没关系 我们是需要练习的 就当作第一张照片是拍一个非常日本 就是在日本的打卡经典照 最好忘记在影片前面讲 我们今天的日本游都是在大阪 所以如果你们要参考我们的日本游的话 就跟着我的拍照经典走 耶 我们来到环球影城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只去过新加坡的环球影城 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 而且新加坡的环球影城真的是 里面就是超好拍的 因为我完全没有做资料 不懂这日本这一趟环球影城是怎么样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的衣服 今天穿的是比较亮色系的 然后这个Jo呢 是Justin Bieber的牌子 哈哈 而且这件衣服 来来来 摄影师来来来 啊 萌萌今天穿情侣装 我可以出去啊 可以啦 你可以 你可以出去啊 然后我今天还有搭配一个遮阳帽 跟你讲大家 如果你们要旅游就是夏天的话 我建议大家买这种遮阳帽 为什么 我今天做了造型哦 而且还有 你看我的刘海 是完全不会被遮到的 也不会塌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出国玩 遮阳的话用这个 因为它完全走到脸耶 你看超棒的 欸欸欸你旁边的Youtuber 在旁边的是怡婷Youtuber 我们两个讲好了 我们今天要做小Lisa 对 我们是Lisa同款 而且我们很用心 我们连法夹 爱心法夹都已经准备好了 要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Lisa 我要一号啦 你给我做一号 好 Lisa一号 二号 零号 他是零号 哈哈哈 不准这样子讲话 我们直接拍那个地标性的环球大地球好了 就是看游客那么多 所以我们刚刚拍的有一点 算是今天蛮快的 然后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等那个字 完全出来的时候再拍 其实我们拍照有一个小秘诀 就是整个影片嘛 你的脚要站在你的就是刚刚好的位置 所以脚才会看的比较长 然后景拿一个七山吧 人像七上面有一点空景是山的话 这样会比较好看 然后大家 我刚刚在拍照的时候 我又想再安利一下这个帽子 我刚刚是这样子 这样子 脱出来就可以拍照耶 而且头发不会乱 这是重点 好好淘宝买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了哈利波特的车吧 这时候的车子就是那个 他们旧哈利波特的那两手 我觉得很可爱 我想要拍拍 还有大家不要怀疑为什么变成松马尾 就是因为刚刚我们玩了一个很刺激的 飞 什么飞龙都不懂啦 飞天翼龙 它就一直掉 我就真的脸不耐烦 我就打算不拔了 来到这个地方耶 我觉得穿鲜艳的衣服颜色是对的 所以像徐卡尔这样 应该是不太突出的那一种 哈哈哈哈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走开 可以很完美的凸显你整个人 我觉得 完全你真的要穿鲜艳一点的颜色 我现在想要跟这城堡拍照 因为它真的太好玩了 这就是哈利波特的城堡 我们现在先拍一张照片 然后我觉得拍这个城堡照的话 要往下角度 记得脚要偷偷的伸长 才可以看到腿长的效果 而且这边路人很多 所以你要往地角度的话 才不会看到人 我们来到了这个 儿童区部分的乐园 然后我觉得这边的颜色非常缤纷 可以来一个比较好 青春活艺的乐园照 请问刚刚出车 有黑的附近其中 你没有停下来拍 有些东西不需要 是靠自己的 开心去拍的 我们照片要拍的开箱 我已经拍到这个 你看到我身后有路人 我觉得呢 有时候拍到路人也是非常棒啊 毕竟能够遇见也是一个缘分 不如我们把它照在相机里面 不如我们把它照在相机里面 对 真的是蛮懒的 然后我觉得啊 来到这种很乐园的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比较大的po 这样的话 比较活泼嘛 刚刚来到这个 哈莱坞的street 然后我觉得这边的建物住屋 真的太好拍了 非常的复古风 感觉真的是来到了Hollywood的感觉 像我没有去过辣板 是先尝一下天头 是不是很棒 我真的很要赞叹我们今天 真的穿对衣 然后我也建议大家 是在这种时间拍照 大概是五六点 接近六点这样 因为那个灯光会比较美 然后不会太刺眼 而且像我这种有刘海的人啊 就会注意到那个阳光 是不是正宗 如果只要是正宗的话 我们那个法师的那个影子 就会弄到整个脸不好看 所以我建议这种五六点的时候来拍 真的超漂亮 耶我们现在到了福建道桥 就是现在这边是京都 其实目的地不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刚刚经过的时候 看到一个轨道超好看 它的轨道旁边是两边就是柱子是红色 带出一点比较鲜艳的颜色 感觉会很好看 耶我们拍好照片了 是不是很好看 这就是今天的穿搭连绳裙 小肩带的连绳裙 可是这件衣服呢 是我阿嬷裁缝过的 刚刚看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裙的裁缝感觉有点歪啊 不用紧 这是阿嬷的爱 好我们去下一个景点拍 我们到了我们的目的地福建道河 我的身后都是橘色的 我真的真的是没有在做功课的 这整个行程都是衣庭安排 刚好刚好 我今天也穿对服装 没有撞色 像你看蔡常勇今天的服装 真 我跟你讲 女主要叫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人靠衣装 我靠金装 你不是这样讲话 常勇靠颜值 所以衣服就是对我来讲 不是作用很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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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建议穿红色系 因为我们调色的话 把那个肤色拉相近 好 调色教学 叫什么我去看 因为我们都会单一调色 如果你穿类似大红色啊 橘色或者是暖肤色的衣服的话 都会跟你的皮肤颜色拉到 所以比较难调 但如果局部调还是可以的 我们今天就在这边附近拍拍 我们本店这里就已经拍好照了 然后这里的建筑都大同小异啦 风格都类似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拍太满 然后千本鸟就是最难拍的 因为要等人潮 还要用你自己的身体遮住后面的人 我觉得那是最难的 要有很好的摄影师才可以 好 我被称赞了 给他一个点掌声 终于被我称赞了 掌声 掌声 我们现在要准备去穿和服了 希望和服可以拍到很多美照 耶 我换好和服了 这是玉衣 对齁 这是玉衣 抱歉 那重来 耶 我换好玉衣了 我的配色是黑粉色 因为最近比较迷恋一点 灰配粉的那种配色 所以就选了一个黑粉色 然后还有这个头饰 也是他们帮我用的 总共我这整身 麻痹200多 结果200块 因为一场迂回了 下下雨 我们没办法拍照 等雨停了过后 我就去清水师拍照 我们要走一个自然风 我现在要拍一个动感的照片 就是一边走路一边拍照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是考验摄影师的技术 对 1 2 3 GO 我们今天的韩服照片就到这里 因为呢 实在太大雨了 没有办法拍很多的照片 加上你看一下我的刘海 就知道 没办法拍出什么美照 然后下雨也影响大家的事 来看看我们的雨伞 超级多雨 对 就是哗啦哗啦的下 很难过 因为我的韩服很贵 很生气 下次不穿啦 我们下个景点见 我们明天会去哪 等一下就知道啦 我们现在到奈良 奈良的话 就是这区都会有路 然后呢 会变 你不要攻击他 NO NO 然后呢 就是要挑战跟路合照 虽然它有点可怕 但是我们已经买了飼料 它应该是闻到飼料的味道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路拍照 今天穿成一身 白色上衣跟牛仔 牛 在 等一下啦 我等一下在跟你拍照 就是这一身的话 就是跟路有点反射效果 会比较显眼 就是开手就是让它说 我们没有飼料了 它的路脚感觉很可怕 会撞死人 然后我们下来找路拍照 我们现在看到一圈 小心小心 你不用这样 看到一圈 蛮多路的感觉会很好看 拍一下咧 来来来 我们就是要去那 我们找到了身后这个背景 因为它很多路 很多人也在这里拍 所以要排队一下 我现在想要引路 因为他们这边给他们食物的话 他们就会鞠躬 我现在想要拍两个一起鞠躬那种照片 现在想要引到没有人的地方 有点挑战 因为我有点怕 苏生成功了 可以 苏生来准备 苏生很多人 啊 难了 啊 走回来走回来走回来 走回来走回来 走到这边走到这边 大家苏生放弃了 OK哦 我觉得太可怕 其实很简单了 来 我拍 不要你拍 其实很简单啊 你就拿着食物 一直绕圈圈嘛 他们也不可以怎样 拍照拍照拍照 快点 现在有一大群的路直接跑走 感觉是他们发到什么示令嘛 然后剩下这一群很小群 所以我觉得 感觉现在几点啊 下来两点 我觉得不建议大家 两点前来应该会比较好 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时间表 所以全部路都跑走 来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要像蔡太龙讲的 把它当成一只狗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 因为它真的跟狗有太大的区别了 它是超级无敌大狗 还有我觉得大家 不要穿白鞋 你看 我鞋上都是屎啊 错了 我穿黑鞋 也是屎啊 然后记得要戴食指巾 拿你的鞋子 照片应该有拍到吧 还有几些惊恐的画面 我们的奈良就到这里 我们现在就在通天阁的地方 现在要拍通天阁的塔照 我在网上看别人都拍到超级漂亮 希望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拍到一样漂亮 就是今天你看 雨这么大 就是超级无敌碎的 我们今天的行程都是泡汤 希望等一下可以拍到很好看的照片 走 我们终于拍完通天阁的照片 真的是千辛万苦才拍到的 现在雨下超级大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秘诀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下 如果你够大蓝的话 你就在你拍照的时候讲 等一下喔 等一下有人喔 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会一直一直的让开 是一个非常好的秘诀 是我刚刚才学到的 我们现在来到星灾桥 星灾桥最著名是什么 就是那个大阪的 鸟人 我叫它鸟人 我们其实前几天晚上就有过来 但是我们觉得最好拍就是早上那种天气 但是现在好多人啊 天啊 不知道拍的好不好 大家我今天穿的就是仪智林 然后加上这个卧布 叫Jenny的穿搭 我们先来拍拍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鸟人 然后我们想尝试一下楼下拍会不会比较好 因为呢楼上真的太多人了 然后楼下的角度感觉会更接近会更好看 主要是没有路人比较好拍啦 比较好抓那个时间 今天穿的衣服颜色是比较黑 它的铁栏杆那些都是比较亮的颜色 所以它可以帮我做到后面那些广告的东西 我们来拍拍看好了 我们拍好照片了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们要在这边拍照的话 因为它的墙是比较灰色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是穿深色的 然后花色的话也不要穿太乱 因为它的广告牌都已经很乱了 所以你要穿一点比较简单单色系的 伊亭宝宝呢就是我们的错误示板 刚才错误示板 对她这样子穿着服装的话就会太乱了 好的我们就往下一个景点拍 我们现在到大阪城的天守阁 这地方呢是赛产用指定要来 我们为了她走了很久很久 希望等下她的按摩费给她出 然后我们已经找好一个角度 我们看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建筑前面拍 我们想要跟她有一段的距离拍照 我们现在寻找那个地点 在入口处找到一个蛮好看的地点 虽然它没有什么地标性 但是我觉得可以拍到日本的建筑物 代表有来过日本对吧 哇我觉得真的蛮好看的耶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树带到有一种感觉 就是让整个颜色变得更鲜艳一点 所以整个照片构图的非常好看 这就是天守阁 我们找到一个地方拍了 就是天守阁的正右方 那这个角度我们试试看 可不可以拍到很好看 因为我们是照这其他人的例子拍的 我们走进来过后就是在正面壶 看正面壶前拍的 希望可以拍到很好看啦 在这边拍到我觉得真的太棒 因为还有壶的倒影拍下来 整个超赞 然后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坐这拍 坐这拍我哥哥感觉也不错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来咧 因为天守阁就是象征大坊一个地方 所以必来必拍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很奇怪为什么造型不一样 然后背景也不一样 也没什么日本的感觉嘛 因为呢我的影片又被删掉了 经过这个是第二次影片被删掉 所以我学到一个教训 以后的影片自己call 对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好好参考我们日本的影片 假如你们想要去日本啊 就可以照着这个影片的动态走 对啊 我们下一支出生改改呢 会到澳洲 对我们会到melbourne 如果有去过melbourne的朋友 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有什么景点好拍照 有什么东西好吃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好买 都在下面跟我讲啦 我在统整 然后整理给大家 下一集的melbourne 是我的生日旅游 我自己也很期待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记得要在影片下面留言 因为我会回复哟